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們懷疑你非法盜用 我們公司出產的公仔作商業用途 侵犯我們公司的版權 現在我們要告你 對, 你要告我? April, 你跟她說清楚的細節 你未經過我們公司的同意 就用我們的產品Wendy來宣傳你的設計 Wendy? 就是你網頁的阿Wu 你在網頁上用它來展示你的設計 還標了價錢來賣, 根本就是蓄意心權 我…我沒有…我沒有拿它來賣 我沒有心的, 你們別告我 我不管你有沒有賣 不過我們有看過你的設計 概念挺有趣的 如果你願意把你的設計賣給我們 我們就會不顧你 賣我的設計? 那豈不是馬上阿Wu 替我替阿Wu設計的衣服推出市場嗎? 不是, 我們會放在另外的公仔Suga身上 不是阿Wu穿嗎? 那我不賣了 現在我們會付十萬元來賣你的設計 對, 總之你們多付錢, 我也不賣了 為什麼來賣? 因為衣服只適合阿Wu, 不適合其他公仔 現在John先生正在給你機會 如果你不賣, 我們就要告你 你有沒有個好點的理由? 總之這設計只適合阿Wu, 不適合其他公仔 你是否想坐地起的? 不是,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什麼意思不重要, 你只有兩個選擇 要不就賣, 不賣就等收律師信 我只會付這麼多, 你考慮一下再答覆我 如果我告訴你 我不接受莊文希給我的條件 你覺得怎麼樣? 那你有沒有跟別人說 為什麼你已經被人告都不賣的設計? 說了, 就說衣服不適合其他公仔 那你的理由不夠充分 你也覺得我很傻嗎? 你不是傻 你是瘋狂的 那你也覺得 我應該接受莊文希的十萬元 把阿Wu的衣服買出去吧 正常人一定會這樣做 不過你不正常, 你傻的 所以我就知道, 你一定不會這樣做 對嘛, 那個設計只適合阿Wu的風格 不適合其他公仔 總之這是原則的問題 你當然說我又傻又執著 如果你傻, 我更傻, 我就喜歡你 其實我早就知道了 你不肯買的話, 我就要做點事 做什麼? 我打電話找律師幫你打官司 那你支持我了 我打電話, 打電話 不要急, 讓我打電話 你等等… 看看有沒有折頭 我打電話 怎麼這麼巧? 我以為叫女主角出來拿法律意見 誰知道女主角還捉成大狀你出來 我女朋友叫我, 我沒有來投手爭 剛巧又去巴里斯文具公司法律顧問 不管是否正確 現在最重要的是幫得精精 想想沒辦法 何小姐,其實律師信我們已經準備好 至於記不記出去,就要看你怎麼決定 但我真的不是有心 我真的沒買過他們一件衣服 我只不過… 我知道… 其實不是你有沒有心的問題 問題是你已經做了侵權的行為 你明白嗎? 你試試跟他卡人談談,看是否能談 其實莊先生是個好人 他沒有打算告你,還打算買你的設計 我看不到有什麼項目,你不肯買給他 如果是價錢不對,我可以再跟莊先生談談 那不是錢的問題 這件衣服是特地做給阿烏才知道阿烏的 其他工人是沒有的 清清對他的設計是比較執著的 我明白,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想我們真的要在法庭見 法庭見就是法庭見 基於我的立場,我們的談話其實可以到此為止 但以一個朋友的身分可以告訴你 我卡人財用勢大 如果那宗官司一直拖下去 最後支持不住的那個一定是你 而到時你想再跟他談談條件的話 一定沒有現在不好 吃虧的那個也是你 吃虧的就是吃虧的 阿烏,我叫你出來幫他,不是打沉他 我沒有打沉他 我只是很理性地分析利害關係 給他聽而已 其實晶晶想的事比較慢 或者給他一點時間考慮一下 那不必考慮,阿烏就是阿烏 這是原則的問題 總之麻煩你們兩位了,再見 晶晶… 晶晶,不好意思 怎麼了? 沒有,我在想是不是應該告你鵝騙 又說上來我家陪我吃飯 總之就找了一些法律和檔案 辯方律師,麻煩你小心你的用詞 我家裡的Duttasso只是跟他說要上你家 我並沒有說起他做些什麼 所以並沒有誤導你 所有東西都是你的幻想 所以並不會構成我的偏罪 好,不嚴,還要什麼看? 來,拿回來 別玩了,我真的想找八塊冰水的犯 你還想上次的案子嗎?算了 第一,辯方律師跟你打法律程序 根本很難搞 第二,那個新的檢控官 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完全跟你那個女士無關 我知道,但我真的不甘心 不甘心就被他打掉 剛才我看見晶晶哥這麼堅持的樣子 我覺得自己也不應該就這樣放棄 我一定要找到辦法,Dent吃個飯 可不可以突然回家給我嗎? 麻煩 請你喝紅酒,吃薄餅 還在這裡看法律簿幫你遮法律 真的沒人救過我 你不像會說這麼粗糙的事 在你這裡學的嘛 你先看影片 如果沒問題的話就在這裡簽個名 請開 十八位 是 你發我功名寫的 發我來也做快樂 對不起,Madam 十八位… 聞不見了,很大的糯米 你多謝了,改飯 你笑嗎?簽名 請吧 這個飯會聽廣東話的 不好意思,有沒有事… 你閉上眼睛嗎?怎麼刺錯? 不好意思,我不會聽普通話 要不然這樣我送你去醫院 要不然賠把湯匯費給你,好嗎? 付錢… 五百這麼夠 五百?你當我要飯嗎?我要五千 不用嗎? 我真是好人,不好意思,我走了 你別裝作了,我懂得說廣東話 你不付錢,我告訴你 廣東話還說得不錯 不過我只割五萬給你 我怕你不夠給律師費 你看 Madam,他的廣東話比我還好 我忘記了誰跟那個官說過 說他不懂廣東話 你們說什麼?我聽不懂 你別裝作了,你的戲很差 不過你也挺上鏡的 我已經把剛才的情況都給你 證明你懂聽和懂說廣東話 上次在一庭上說自己不懂廣東話 那就是發假事 發假事是最佳一頓的 Kate Well done 剛才側面的房間一頓都沒有 你不罵我都偷笑了 上次說是吵了一點,對不起 我只是開玩笑而已 Madam你也很棒 揭發到他懂廣東話 你這個身進的檢控官也不弱 其實這次不是只有我個人的功路 下次再談吧 好 再見 行,不用說 我知道很想多謝我吃飯,謝謝 協助外面罪行是良好市民 應該有的責任 反而我這個公佈就像隻隻似的 應該有人搶我吃飯吧 好,你上去就樂意之節,就在餐廳嗎 真不便宜 不便宜,上次自己說的 很晚才請你喝咖啡 你現在是不是串裸 老爸,什麼事? 這麼糟糕,我現在回來了 什麼事? 老媽才有事,我先走了,再見 再見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出來,出來拿衣服 什麼? 這是你的 這件是髮色的,這件是你的,爸爸 這是你的 不是,我家很混亂,別搞亂當 最壞的是媽子 把我們的衣服放在爸爸的衣櫃 把爸爸的衣服放在我們的房間 你氣死了 媽子搞什麼? 媽子呢? 吃飯了 媽,妹頭,你也回來吃飯了嗎? 媽子,三十四點多,會不會早一點? 不早了,晚了,這頓是下午飯 下午?媽子,我們剛才吃完下午飯 然後你還進去睡午飯嗎? 對 我睡了一覺,睡了一晚 所以我起床立刻煮午飯 你怎麼這麼病? 不要緊,煮了就吃吧,當我下午茶 來… 菠蘿炒菠菜,什麼菜式? 牛肉滾滾瘦肉湯 蠔油蒸魚? 我不要糟糕,不要糟糕 我全都煮了,不要吃了… 我的臭臭餃子餓了 不吃了… 老大,過來 你坦坦白告訴我,媽子發生什麼事? 自從上次你捉喪府的事之後 你老媽子又經常發噩夢,經常失眠 要是記錯東西,要是忘記東西 媽子當然是擔心姐姐 所以現在我坐午飯睡不下 不對,再這樣下去,怎麼會有抑鬱症? 你有沒有這麼嚴重? 什麼沒有? 媽子一向都擔心你做警察危險 你上次的事還要結布 沒有了,分得再次出席 媽子 醫生,麻煩你救我女兒,她當警察 因為捉賊受傷,麻煩你救她 媽子是不是夢遊? 我不可以失去女兒 不可以失去女兒,我死得好過她死 媽子,我先幫你回去房間 不可以失去女兒,我還在說是女兒 年輕人天不乾嘛 是女兒,女兒不是女兒嗎? 是女兒,你不是女兒 是女兒,陪着她嗎? 人家的照片 我女兒明明體應我夢遊善親 這樣也有假的嗎? 媽子,不要再支持了 你搞這麼多事 也想逼女兒不要當警察 想起這種糞便,現在弄得自己也跌倒了 是呀…我是裝模作樣又怎麼樣? 我只是擔心女兒,這樣也有錯嗎? 媽子… 媽子,現在沒人怪你 不過下次不好了好不好? 下次,你做這份工作多一天 我就睡眠多一天,不瘋了,都神經衰弱 到時候,對我真的夢遊我就不是閃親 而是打個槍跳樓去睡 麻煩你,這裡是不是有位叫黃晶瑩? 你找他幹什麼? 我是程國處資深大律師辦事處 這裡有一封信給他 大廈的看間叫我來這裡 律師信? 請問他是不是在這裡? 他不在這裡,我愛他爸爸 來,我幫他簽衫 謝謝你 律師樓?怎麼會給那封信的臭女兒呢? 豈不是晶晶要跟他脫離婦女關係嗎? 你說什麼? 不是你,現在是我不要他 不是他不要我,總是我給他上去 坐在這裡不吃東西,真的吹上去 不是,他們有吃東西的 他們…兩個剩餘蛋 是… 我不要 Professor B sort 你麻煩你,你給我id 家 anime都送我 aside 你把錢搞了 你煩了吧… 你當時送我 撒丫了,你要隨便บ人家 叫我來替他拿通律師信 你說?你說他什麼態度 叫這些外人來拿也不自己回來拿 當我這個老爸死的 你對著我的外人也敢惡 難怪貞貞他不回來 怎麼樣?那封信寄了來沒有? 信就在這裡, 該他被人告 天都說他不孝順 你怎麼搞的?為什麼拆人封信? 什麼?我是他老爸, 不能看嗎? 當然不能拆, 你是他老爸又怎麼樣 你糟了, 侵犯他人私隱, 犯法的 是, 犯法, 你說, 你說, 你說 一個而個追隨我 快看封信, 看為什麼被莊文希告 莊文希不是那個巴貝尼集團派遲的東西 那封信是這麼寫的 你又會不會是那個壞鬼裝傢伙害他 當然不是, 是小小版權的問題 沒事的 什麼沒事?你說被人告也說沒事 你不信嗎?你不打電話問阿晶晶 阿晶晶, 我看你也應該夾點錢 讓阿晶晶打官司的, 別人的老爸… 是夾點叫那個壞鬼裝傢伙 叫那個壞鬼不要回來求我 我跟你… 叫我? 當然叫你, 我叫你去買那些東西 買回來沒有? 你什麼時候叫我買那些東西? 我叫你很久了 你還沒買, 你現在是不是失憶? 我叫你, 吃這麼胖, 你吃太多了 什麼?我以為人家喜歡胖 老闆說回來, 其實阿晶晶已經算不算了 當你是大老爺伺服侍你, 孝順你 你還整天哭過女兒 你自己是身在空中不知福 你現在是知死的 你真是個世禮, 阿發 是 阿發, 進來吧 手都斷了, 老闆 老實說, 整間超級市場都回來了 你記得要計算我加班 平時都沒有跟你計算 放好些東西, 順便洗廁所去 行嗎?去吧 幾千元工資, 做完姑娘還要洗廁所? 老爸, 很餓嗎?沒人餵你嗎? 我也肚子餓, 乖了 這麼乾淨? 別玩了, 老傢伙 快到市場買了什麼洗頭水 沐浴露那些, 裡面全都齊了 你是不是有老人之外? 請開 好乾淨 好乾淨 洗頭水, 護髮素, 沐浴露 齊了 老闆, 看完了吧, 我很急 急得炸, 不許你弄我 這麼乾淨? 蘋果, 雪櫃裡面全都齊了 露水溪源 清晰… 這個機器二代我已經改良到柔軟 還有依你吩咐, 我增加了三個功能 好 莊先生 莊先生 你是誰? 你們不可以進來的 你不是, 走開 你不是… 你不是, 莊先生, 你為何告我的女兒 你的女兒?你的女兒是… 黃晶逸 她呀 先生, 你有私人的地方 人都來不及了 一會兒… 等等…我想聽她說什麼 那我們在外面等, 你有什麼叫我們 黃先生, 有什麼貴幹? 我小讀書, 我不會騙你的 我女兒用了你公司的公仔 我女兒來賣自己的衣服犯了什麼侵犬 那你就不要怪她, 你怪我就行了 怪你?是你叫她這麼做嗎? 這倒不是 所謂養女不教父之過 我從小很少教她, 所以她沒什麼知識 只會畫畫公仔車車的衣服 其實她只會玩玩玩而已 那倒是, 她從小到大 想做切的事, 想做發燒的 那倒是 你說誰的爸爸不知道自己的女兒 有多少斤兩, 所以我沒說出來令她傷心 就由她畫畫那些公仔 誰知道她拿了你公司的公仔 連賣她自己的衣服 尚娘, 如果你要怪 就怪我這個爸爸不懂教女兒 千萬不要告她 你們說完了嗎? 你們不告我女兒了嗎? 你女兒損害了我們公司的利益 在公司的立場我們一定要告她 麻煩你立刻離開 莊先生, 我說了這麼多話, 你不感動嗎? 你說歸說, 你先放手 老闆, 猜不到你真的這麼冷血 阿發, 做事 是, 莊先生 莊先生, 莊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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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先生 是嗎? 是嗎? 莊先生, 我原本想送一支人心 走給你, 現在不用了 不用了, 不用了, 我們走了 怎麼了? 有什麼事? 麻煩我後裁幫我女兒 老闆, 老闆, 你怎麼樣? 你有沒有弄傷? 發生什麼事? 老闆, 想著代你向人家求情 誰知你老闆校長頸 把大仇佛弄出來了 還為我撞到狠道 老闆 黃小姐, 你家人也很兇 真的很對不起 我老闆真的沒心 他只要你幫我, 他才會騷擾你 他真的沒心 我去你保證, 他一定不會再有下次 不會的, 你幫我跟莊先生說對不起 對不起… 如果現在我刮你兩巴掌 然後跟你說對不起, 行不行? 你說話嗎?夠膽拉我 走… 慢點… 請問莊先生, 但有了解 不要一向我就追究, 不行 莊先生不報警已經放你了吧? 你上來騷擾這件事 莊先生可以不追究, 也可以不告你 不過你也要賠償我們的損失 賠不賠?這什麼壞電子的東西 值多少錢? 不是很多 Robot第二道是我們新開發的電子寵物 我們投資了五十萬 在他身上再開燃費 五十萬而已 五十萬? 不止的 還有黃小姐導入我們公司的產品 因為侵權而導致我們公司的損失 不是很多, 一百二十萬左右 只要現在你們肯賠一百七十萬 我們就不會再追究 八七十萬? 我…不要認定莊先生 不需要, 剛才我說的東西 代表莊先生說的 怎麼樣?有沒有錢打官司? 行了, 你知道不用擔心我了 我自己會搞定的 怎麼了? 怎麼樣? 坐吧… 伯父, 怎麼樣?你沒事吧? 讓我看看 跟我爭女兒的人, 我不理他 爸爸, 你別這樣了 阿龍上來也要看看 我們有什麼需要幫忙 我不用他幫忙 伯父, 我哪敢跟你爭女兒? 她是你女兒嘛, 只不過她也是我女朋友 你女兒, 我女朋友 兩樣東西都沒有衝突 沒有衝突? 自從她認識你之後, 整個人都變成了 又欺騙爸爸, 又惹了這些官妃 你教她離家出走嘛 我可以告你拐大未成年少女 我什麼未成年? 你這個人成年? 你這個腦未成年 你被他哄兩個爸爸, 什麼都不知道 爸爸, 坦白說 你怎麼說的?總之一找到男朋友 你都不滿意了 你罵我, 一定是他教你的 如果被你死的老母之道 一定激到棺材都騙不騙著 別吵架, 別吵架 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我先冷靜 我和你一起走 你和他一起走? 你不是說謊的, 走吧 走吧… 一聲鼓掌, 走呀 好, 走呀 走呀 只穿一條而已, 就是喵 你知道女人最厲害的武器是什麼嗎 什麼? 就是眼淚吧 眼肉小子都準備好了 到時候你要多少就滴多少 拿著 就在這裡了 他莊文希是不是真的在這裡? 我看八卦雜誌說他很喜歡玩遊艇 他每個星期都會來這裡 他一定在這裡 但我扔到他了嗎? 適當自己就收拾 小姐 什麼事? 你是不是會員? 不是 這裡只有會員才能進來 是嗎? 是呀 我還想去後面的沙灘走一趟 小姐…你不可以走這裡 那就很麻煩了 要約一大個圈才能進去後面的沙灘 不好意思, 這裡只有會員才能進來 是呀 先生 請問你知不知道哪一隻 看看莊文希的嗎? 又是你? 你去哪裡?你不是找我嗎? 糟了… 小姐 小姐 婆婆, 眼淚 莊先生 你找我什麼事? 我來是想求求你不要用我們賠償 我們真的沒有錢 你這樣就是要他命的 他真的沒有心 我求求你不要用我們賠償 麻煩你 你們父女倆真是孖寶 做錯事只會叫別人不要追究 可不可以很過分 不, 其實他這麼衝動 只會緊張我 他不想, 他沒有心 你不要要他賠償, 莊先生 至於我, 我不是不想賣個設計給你們 也不是想釣過來賣 不過如果衣服給另一個公仔穿 就沒有了阿烏的特點 對兩個公仔也不好 對, 阿烏的特點 對, 阿烏的衣服 就是普通的 外表是孤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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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我設計給他每件衣服 也有他的故事 所以這些衣服只會含阿烏 不含阿烏的公仔 張先生 如果嫁給另一個公仔穿 就是搶了阿烏的人生 那又可以呢 你說是不是, 張先生 現在在說一個很普通的公仔 不用這麼緊張 普通的又怎麼樣 普通不是人嗎? 大部分人都是普通的 就算是普通的人也好 也有他的優點 也有自己人一上的地方 只不過你們就在不了 你在說你自己嗎? 你就是你 我說完了, 阻礙你很久了 不好意思 我吃飆了 對…對不起 我…我不是有心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踩了 你 對不起 你和扶女都是淡淡的 東西越走越遠 對不起, 我真的不是有心的 不如你算我去吧 反正我不是要陪的 真的不好意思… 就是這樣, 手錶就無緣無故地 掉在海裡了 再加上手錶 即是陪身家都賠不成 就是了 唉唷, 死神了… 那天真的不行了 那怎麼辦 不要提了 不如吃飯了 還出? 到時哪有錢哪有律師費? 對, 到時… 不是吧, 我去煮杯麵算 不行, 事情是因我而起的 有什麼理由要你陪我吃杯麵 傻丫頭 跟你熬緊不成問題 我只怕買杯麵即是開始 我只想要賣車, 賣樓和賣狗 不行, 如果你賣了一間房子 我豈不是要去哪裡 躺在街上, 躺在橋下 再慘一點, 就去做鴨 不過你不用怕, 我認識很多伙計 應該不會… 你還不說? 跟你玩玩而已 我一定看見你不開心 不過我總覺得那個裝紋 不知道他真的想告你 我覺得他想嚇嚇你 想你買了設計給他 如果他不是想告我 怎麼搞了那麼多事 遲些你就知道 喂? 蔡先生 蔡先生 找老師 坐吧 我做了王源這麼久 只是試過三次失敗 而他就是我最失敗的那個 我研究了很久, 為什麼不行呢 就是因為他太普通, 太平快 當時我覺得他不可以做 所以我放棄了他 直到你昨天跟我說的一件事 我才對他改觀 我?我跟他說了什麼? 我只記得不介意掃了你的錶 你說大部分人都是普通的 普通又不是罪, 普通也有他的優點 你從來沒有小看過他 這種故事融入在設計裡 令他變得有生命 令他變成不是普通的公仔那麼簡單 相反, 沒生命的就沒意義 如果真的喜歡養寵物的人 都會養一隻真的 所以我決定放棄 對, 包拔第二代的機會 那是怎麼樣? 我要為Wu做一個生命的故事 令他每件衣服都有生命 令他變成有生命 你接受了Wu嗎? 而且我決定不過你和爸爸 行嗎? 不過我不會買到你的設計 我會大量投資在Wu身上 要他重新投資 我想你繼續幫他設計 延續他的生命 我也不太明白你說什麼 就是說我想聘請你 那這次沒問題 怎麼這麼好?我吃飯了 不用去醫院談你媽媽 他出院了 他只不過想炸女嬌 給我壓力而已 為什麼? 不是有個生腹皮嗎? 不說了, 吃什麼? 不知道, 看看雜誌有什麼介紹 不是中山是西山的, 隨便吧 對 好像選擇做律師還是當警察 隨便都要選擇 那只吃什麼都這麼難選 何況自己在前途很難 我幫你選擇 我給你意見, 好嗎? 你應該做律師 為什麼? 長遠來看, 做律師地位高 上班時間穩定 認識的人也多, 見的事也多 發展空間大 最重要的就是我去回應你 你走的冤枉路少 還有, 你賭了這麼久 沒理由浪費 我當了這麼久, 警察放棄 豈不是更浪費? 我真的不夠你說 我說真話, 我怕你當警察危險 你說的跟我媽媽不一樣嗎? 因為這麼不沉 別說了, 走吧 對不起, 先看看電話 是, 陳實 你公司的資料收到了 那不如你做事, 我稍後再打電話 是 等等 男人之間沒有魔果, 隨便選藥 不是, 檸檬茶是維他命C高 馬蹄爽是一粒粒, 不過癮 隨便吧, 喝完也要拿出來 快點吧 那倒是, 無論如何都要選 好, 就檸檬茶 不是選擇那個煩 是後面等的人更煩 很難 告訴你吧, 其實我爸爸生前 很煩惱我做警察 所以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受著很大的壓力 但我無論如何都要堅持 直到他去世為止 他以為我當警察而擔心 一直都放心不下去 所以, 有時考慮問題 不要只想自己 家人感受你也要想起來 對, 到你選吧 無論選什麼結果都好 最重要是快 否則每個人都像你這樣, 很煩 老公, 看我家裡來了一個鬼佬 不是最認識男女認識到聯合國嗎 媽子, 你的女兒英文一般 我們沒有本事吃貴腦 媽, 我真的這麼賤難罪嗎 妹頭, 你搞什麼鬼 帶個這樣的東西上頭 但是遲些要上庭 當然要學習怎麼帶個頭 整個房間比較短 你經常上法庭 都不用帶假髮 媽子, 那做大律師 不就要帶假髮 妹頭, 你決定不當警察 轉行做律師嗎? 那好嗎? 好…終於被我看見了 以後我又睡覺了 你就開心了 事太女兒不開心 爸爸, 我什麼都不怕 我最怕的就是媽媽的阿公 我想過了, 最重要是讓媽媽開心 你開心就開心 其實我搞這麼多事, 只是擔心你 媽媽也想讓你開心 我當然知道 我也覺得很內疚 要你擔心我這麼多年 放心, 由今晚開始你不用擔心 只要你不當警察 不再做危險的事 我以後不會餓你, 好 江阿明哥, 你來喝東西 我去請你 聽你的命 你的帳戶拖了幾天, 還錢 我今晚第一張單, 晚點… 夜裡的傷頭, 早點… 開箭… 開箭… 男的左邊, 女的右邊 走到哪裡 走到那邊 起來… 起來… 起來 拿出來 這是什麼? 糖 拿出來, 拿出來 拿出來, 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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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什麼? 這是什麼? 不知道 不知道? 從你身上掉出來 你不知道? 現在懷疑你藏有遺禁品 走到哪裡? 你這個明天拿出來 阿Sir, 真是很熟 狠見面, 想留在家裡吃飯嗎? 你的頭子搞什麼? 晚星節? 坐下 什麼事? 可以分析, 沒辦法 什麼名字? 我叫Honey, 知道嗎? 你… 迷斯嘉, 是不是你的真名? 警官, 你的鑽子箱是閒家子 我會錯誤嗎? 那你有沒有護照, 或身分證? 你們香港的警察辦事不力 到處都是賊的, 被人偷了 你是不是在美國改了名字? 你不是叫嘉嘉? 是呀, 那我叫珍珍, 珠珠 寶寶, 好味? 是呀, 代表 你媽媽在美國改了名字 連你的姓和名字都改了 是呀…你老婆改了名字, 行不行? 你們究竟什麼時候在美國回來? 你現在是不是落口供? 問問狗不大白的東西? 早上你離開了, 我已經很擔心你 你現在還和小妃帶這麼多丸子 你知不知道會犯法? 我知道, 那怎麼樣?關你什麼事? 你是我的女兒, 我是你爸爸 我說了很多次, 我不是你的女兒 你不要認真認真, 好嗎? 火Sir, 我去檢查了 小妍子是指頭藥 那就是沒事了, 走吧 欣欣…你去哪裡? 你不要放手了 我來問你, 你究竟住在哪裡? 我主編關你什麼事? 你又不是責任我 你不要放手了, 不是我朋友 欣欣… 火Sir, 怎麼了? 火Sir, 怎麼了? 火Sir, 那個女兒是誰? 我女兒 你女兒? 火Sir, 怎麼了? 我當然想他回來跟我住 我當然想他回來跟我住 我一來又可以照顧他 不過我看得很渺茫 他連我也不肯認, 怎會肯回來跟我住 算了, 吃點東西吧 好了 阿Sir, 下班了嗎? 你還沒走嗎? 這裡很難截車 英俊, 幫我還行嗎? 你住在哪裡?我們幫你 但我又不用回家 不如我們一起去吃點東西, 好嗎? 走吧 別等我吧? 英俊, 靈寫聰明 不如去你家吧 好 不過不是去我家 是她的家, 去她的家 是她的家? 我只認識她的家, 去還是不去? 隨便吧, 開車 回來了? 是 欣欣, 怎麼這麼小? 欣欣, 聰明姐, 你見過的 說過多少次?不要叫我做欣欣 嘉嘉 我的房間呢? 在那裡 你怎麼找到她的?她一會兒你回來住嗎? 說起來就要說了 她說她沒錢交租, 被她包租工趕出來 說嬸兒上來住兩層 這樣也好, 起碼她在你身邊 她有什麼事你都知道 對呀, 我帶她上來沒跟你說一聲 你不介意吧? 怎麼會呢?我也是在你室樓的 而且我也想見到你們父女和好的 總之她在這裡住就行了 好大隻腳趾公 到底是誰的呢?這隻腳趾公 這隻公是黃晶瑩? 黃晶瑩小姐 今天是第一天上班 她除了會扭口水之外 還會說這些話 傻瓜, 起床, 起床 如果不起床的話就切大刀了 再見… 起床了, 傻妹 起床了…快點… 乖乖的, 起床了 你幹什麼? 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 我特意要拍下它, 作為留念 沒問題 八點半就好了 糟了, 為何不上班?遲下班了 慢點… 慢點吧, 傻妹, 我跟你玩玩而已 玩什麼? 我調節快了一小時 你調節快了? 調節快了? 你調節快了? 調節快了 現在是七點多了 對 馬小姐, 黃小姐上班了? 知道了 謝謝 你好, 早晨, 馬… 行了, 工資上得你回來跟我 你的事我當然知道 這裡是設計部 我們一共有十二個助理設計師 你的位置就在外面 你怎麼知道我這麼大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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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簡直是比我店鋪錄面的位置 Alan 是不是有些事情弄錯了? 這個位置不是你的 是助理嘛 難道是坐裡面露宿的位置嗎? 這是助理的位置 不過我們請你回來不是做助理 你的帖文是設計主任 你沒看清楚的受評書嗎? 我是設計主任? 會有三個助理設計師跟著你 你會全權負責Wendy 不是,應該正確說是Wu的所有設計 我…我負責Wu整個系列 還有三個人跟我 是不是不夠人用? 不是,救了… 救了 即是沒問題了 沒問題,我多謝你,周先生 多謝你…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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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